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由一本正经的三好大叔为您带来的刀台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NGA对战VG狗的双方BO3的第二场 那么这场比赛由于吃饭的缘故没有给大家去录这个BP 来看一下阵容 这场比赛VG狗我记忆中是一选了DP 然后最后一手拿的是剑胜 而NGA则是在第四手拿出了一个敌法师 而且这场比赛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场比赛是一个跳刀的中单沉默 中单沉默加一号位的一个敌法师 小歪海民 冰幅 这个阵容 也加上VG狗这个阵容冲脸确实弱了点 这个阵容其实如果 这个VG狗在冲脸能力强一点的话 NGA这个阵容感觉 会被对方直接给怼死呀 来看一下双方这场比赛的一个实战发挥吧 那么这场比赛灰色的一个敌法师 然后小歪 蒙瑞 这场比赛还是给二兵继续拿这个小歪 蒙瑞这场比赛没有去拿神牛 而是拿了一个海民去打四 而又这场比赛是拿了一个萨尔 萨尔这场比赛的这个坐骑 这个坐骑就是传说中的独角兽 独角神兽 这个如果大家没有见过这个独角神兽的 这样可以看一下 传说中美丽无比的独角神兽 那么中单这场比赛是塞拉的一个DP 然后废的继续这场比赛去操刀土猫的英雄 皮鲜羊这场比赛没有选择去拿这个虚空 而是选择拿了一个黑弦 这里刚一下土猫过来 也是被蒙瑞这里蹲了一波给一个冰墙 感觉滚走滚走的话就没有机会去夹二了 哎呦这里过来是看一下蝙蝠 蝙蝠一级直接生了一个火 但是由于生火也没有找到机会去拉这个怪 所以呢没有机会去拉兵线 这里就有点僵硬了 这里给上一个C 开火 有鞋 剑圣也有鞋 移速方面的话 剑圣还稍微占一点便宜 这波如果剑圣开转的话 如果开转的话 哎你还不走 不走我绝对很想死啊 这个再给上一个电真的死了 这个萨尔包进来 这里给上一个电 没有第一时间给 还是去压制对方的 哎蝙蝠还想绕 还想绕 这里选择是往左边绕 再回到这个野区 硬混这个经验 这里给上一个电 给上一个电 给上一个电 连个电接着追着A两下 由于只是一个萨尔去追她的话 她没有必要去开火 去跨地形 小Y这里一级是一个电啊 电的话伤害是比较高的 灰色的这个敌法师 当比赛在下路 面对对方的这个黑贤 似乎也没有找到太多好的机会 但是海民来了 海民还是比较好去杀黑贤 这个英雄的 如果他的冰墙放的比较准的话 有观众问这个 萨尔的这个坐骑叫什么 待会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萨尔应该是要被对方拿E血了 四层游 肩上支援过来以后 直接开转 这里一个平A拿到E血 但是这个蝙蝠自己的这个火 还好一张TP直接把仇尾吓走 那么这样的话 蝙蝠EV2被 结构是蝙蝠这边拿到了一个E血 只不过蝙蝠其实还是很穷 虽然他拿到了E血 但还是很穷 因为他到现在为止 一个正部都没有 零正部 有观众问这个独角兽叫什么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独角兽叫什么 这个独角兽叫做 纯正战神的哥布勒 哥哥布勒 补刀方面 目前中单的赛拉补刀 也是非常的高 反补也非常的多 那么沉默的正补 现在只有8个 而DP的反补有8个 这个DP攻击率好高 双挂件确实 这个属性上面 还是有点厉害的 看一下支援过来的 蒙瑞的一个海民 现在由于没有到二级 没有雪球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 更好的配合自己的右手 去找机会 土猫这也是来到了中路 所以是准备去支援 而小歪也赶到了这里 感觉好像是要对这个赛拉动手 这个反补应该是要动手了 这个如果要正补的话 应该是要动手了 变雪球 带着队友过来 土猫一脚石头 滚过来以后 但是这波还是要死 网住以后赛拉直接被带走 这样的话 开局是打成了一个2 2比0 那么这场比赛NGA的开局 还是占的比较大的便宜 来直接看经验吧 来直接看经济情况吧 这场比赛的经济 现在补刀方面 中路的沉默呢 虽然是远逊于赛拉的这个DP 但是刚才的这桌击杀 还是给他缓解了不少 而且是成功的拿到了两点智力 还有观众再感谢一下咱们还是感谢观众的这个关心 有观众说是我在我的视频当中听见我很多次这个开打火机的声音 这个建议我不要抽烟 很感谢咱们这个观众的一个关心 但确实我不抽烟 你听到的声音应该都是我开这个饮料瓶的这个声音 开这个这个听庄 听庄饮料 这滚过来以后就一手没死 还差一下 这个双背的土帽有点僵硬 怒送对方一波智力 这一场比赛这个中路感觉是开 还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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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死了 大兄弟 给上一个吸血 这一波确实跳刀自己身上的一个状态太差了 这里给上一个吸血以后 二兵过来也是被打成了一个残血 这里海民没有蓝 哦 海民没有蓝 这里滚过来以后没有中 一脚石头踢中 一棒子 两棒子带走 自己身上中了一个最后一眼 这里再给一个W拿到智力以后 看看萨尔的这个框 给的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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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一波还是成功的帮助队友找回来了一波节奏 因为小Y被击杀一次以后 感觉上路的这个尖声要被单杀了 这个火还有很长时间 这里开香味 还好 尖声有香味 有魔伴的话 在这个蝙蝠想去单杀的话难度就比较大了 敌法师现在是一个无解肥 在下路面对对方的黑咸 发育的相当不错 而黑咸现在的经济只有一千块钱 连自己的这个魂戒还没有做出来 沉默这场比赛开心了 开局才不到五分钟不到 已经吸了六点之力 话说这个有时订个外卖这种暴力运输导致的这个可乐瓶子变形 然后拉环拉不开 真的是有一点不好处理 我现在 被这个问题 我现在正被这个问题困扰着 现在双方人多数还是一个4比1 那么NGA领先着一千加的一个经济 经济领先的还是不少的呀 剑圣目前的一个装备选择是香味 然后做天鹰戒 不出意外的话 中单赛拉的一个经济现在保持着也还可以 但是对方这个无解肥的敌法师没有人管 这一波二人的开悟过来去找人 这里应该是要撞对方的小歪 该撞小歪了 一刀石头踢中滚过来减速中框 加上一个垫 这波反身拉住给自己的队友创造一点时间 自己肯定是要死 队友没有人能来得及去救 这里蝙蝠开火 这里海绵滚中漂亮 留住了对方的一个土猫 这样土猫这波是被击杀掉 双方完成一波一换一 继续保持着自己对方 双方这个经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只不过就是沉默又吸里边质力啊 沉默这边加8点质力啊 加8点质力 这吸的这4点 吸的这4回质力都是谁啊 我现在有点迷啊 中单这里给上一个最后一眼消耗一下 沉默加点方式也比较有意思 他没有加C 他是一个主最后一眼 然后负点这个 负点这个法球 想要用这个法球来去尽可能能够多提供一点伤害 而且最后一眼这个技能呢 除了他本身的技能伤害效果以外 还附带一个视野的一个功能 他这个视野功能其实是比较值钱的一个属性 大家看DP这里开大 海绵变成一个雪球 滚一下 但是感觉 这个冰墙蒙瑞这里有点溜了 可是吸血一直没有断 这样还是要被对方DP直接带走 塞拉这一波击杀以后 自己的经济就是稍微追上来一点 挑刀 经济一直追不上 这个要再追感觉是有点危险 所以反打了 可以反打了 土猫滚上来 这波DP直接被带走 又吸了两点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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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了14点智力 跳刀这样比赛已经无敌了 这个藤墨要是这么打 这个就无敌了 土猫现在等级是追上来以后给掉石头 这也能歪 这要被反杀了 土猫哥 土猫哥 拼掉了对方 但是自己也被带走 陈破这里交一个大招 剑上开一个转 灰色的敌法师 布林克马上好 剑上这波想给无敌斩 没给出来 对方直接一个不应该撤了 那么蒙瑞的海明在这个树林里面 也是瑟瑟发抖 剑上过来找一下 没有找到 要往右一绕 应该看见了 看到了 这个时候海明有雪球 剑上开一个转 蒙瑞这里变一个雪球 这是往外滚的 这是往外滚的 这个冰墙没拦住 自己应该还是要死 剑上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无敌斩的 你这要不要往里追的话 可要稍微悠着点 但是蝙蝠有拉 拉住 减二 减二预定 这样啊 剑上也被带走 跳刀 现在这场比赛 已经实现了一个无解肥 敌法师目前也是一个无解肥 这场比赛NGA 拿下比赛的概率 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0比5的一个人头数 而且为这根T 目前这场比赛 赛拉的这个经济 已经是被对方 沉默实现了一个反超 整体的前期节奏 也没有带起来 剑剩现在打到 这么长时间 刚才这一波 虽然是第一次 被对方击杀 可是这一次击杀 对他的节奏来说 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敌法师的狂战服 已经快要做出来了 甲腿狂战 已经快出了 他现在已经是 马上就有一个扩剑的钱 还差一个大剑 还差1500块钱 可以做出来 自己的这个狂战服 还有一个隐患 就是沉默现在 已经吸了16点智力 土猫死了5次 他到现在为止4级 只有250点蓝 对这个狗T 这个过来路线 对方这样倒是没有演 可是对方从高地上 应该看到了 看到了这两个人的位置 土猫滚过来 开视野 拉回一个沉默 要找对方沉默术 两张TV亮起来 这波剑上无敌斩 斩出来以后开转 但是海民这个滚 还是要强杀跳刀 这波他们就是认准了 必须要把这个跳刀杀了 这波不杀跳刀的话 就又是一群的智力 这又是一群的智力 这沉默这波又吸智力 吸嗨了 18点智力了 已经吸了 土猫这一枪滚出来 被对方撞到 20点智力 塞拉这个位置上来 也是一副要送死的样子 萨尔跟剑上 第二波找到机会 过来接着追跳刀 跳刀这波应该是要被追死了 有香味 香味开起来 过来一刀 直接剁死 手里边还有一个转 剑上开一个 Blink过来 去切丑鬼的剑 去切丑鬼好像切不死 这里D回去以后 萨尔就用自己的生命 掩护了一下剑上的撤退 那么这一波 虽然死掉了很多的人 但是还是成功的 击杀掉了这个沉默 打断了一下沉默的节奏 这样沉默在吸到了20点智力以后 终于是结束了其罪恶的一小步 而且飞的这个土猫 现在的智力又是再一步被 再次被对方减少 那么现在的蓝量满蓝只有229 满蓝229什么情况 踢滚拉三连都不够 就不用说四连加大招了 三连都不够 就是他现在打到空蓝 队友出一个秘法鞋 过去一加 哎呦满了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节奏 征户的这个 哎呦漂亮 这个蛇蚌还是一轮合机 拿掉了这个防御坦 运气也是不错 应该是正好伤害够 敌法师这个位置 拉回这个沉默有没有 哎 这个沉默 这个土猫 为什么不拉个沉默回来呢 觉得没把握 这个地方按说 已经看到对方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是刚插的 应该是刚才利用这个眼 观察到的 观察到的话 应该也是可以直接过去弄他呀 这个沉默拉上的话 应该是可以直接杀的 因为这边坚盛 是有一个无敌斩在手里头 如果能再断一波 敌法师的节奏 那么这场比赛 VG狗就有了翻 这个敌法师的节奏 没有断 现在敌法在13分40秒的时候 已经是夹腿狂战 加上一个穷鬼盾 那这个节奏就停不下来了 这一波的开悟 蝙蝠跳刀第一波 蝙蝠跳刀加小歪 加上海民 再加上一个沉默 过来西治理 DP 这里直接选择一张TP回家 还是比较机智的 回到中国二塔 接着去刷钱 海民这个位置 海民自己往这扔了一个冰墙以后 可以藏一下树林 这个位置的这个树林的地形 是比较复杂的 这里又扔了一个冰墙 这样的话 你这个位置就彻底暴露了 黑剑可以拉 拉一下 可以直接DP这里开大 蝙蝠拉住了尖胜 沉默交大 可问题在于 尖胜现在死不了 开转 躲开对方 这个海民自己冲上来 要送了 回头一个大拳道 没有打到尖胜 这个海民自己要死 萨尔临死之前呢 是拼 把对方所有的技能 全部都拼光 滚过拉以后 一脚石道踢中小歪 DP开大 开吸血 继续找一下这个小歪 一个真空拉回来 这一波还是打得比较成功的 但是敌法师在上路 已经是快要把这个二塔给带掉了 敌法师得往后跳一下 躲一下这个塔的攻击 然后转一下仇恨 下路的这个二塔 有望直接拆掉 赛拉的这个大招 拆不掉了 赛拉大招结束了 而且跳刀 这个时候要吸制力了 又是土猫 又是土猫 土猫蓝还到200吗 土猫做了个密法鞋 敌法师继续在上路 敌法师这个上路二塔 应该是有希望能直接拆掉 萨尔这个块 来一个人可以杀这个敌法师吧 敌法师得直接选择 跳到这个树林里边 应该等一下萨尔的 其实 应该等一下萨尔 等一下萨尔过来 给上一个垫 然后呢 直接准备个点撇士 肩上这边在这等着就可以了 他只要一个bling走 萨尔直接给他递回来 加上一个cual cual了以后 肩上甩一个大 基本上这个敌法师就被带走了 肩上替的还是稍微早了一点 估计也没想到对方敌法师 看到这个tp 第一时间直接选择 就是钻树林tp走了 还是比较果断的 传播现在已经吸到了22点之力 1219的蓝 这个蓝已经 已经多的用不完了 而且这场比赛 敌法师又在自己这一方 不用担心蓝太多 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 经济方面 坚胜 坚胜为什么会一个人跑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坚胜开转 但是他没有tp tp在cd 蒙瑞这里手里边还有一个雪球 你这个雪球滚的是不是有点草 坚胜这边没拼掉 被敌法师过来 一个大直接秒杀 这样的话 敌法师发财了 这边小Y过来 有拉有拉被对方一脚石刀 加上萨尔框大 dp再加上技能 这里黑钱往前走 给上一个复制之墙 把对方其他所有的人过来支援的这个想法 直接给阻止掉 那么 今天上过来的这个路线 我是有点没太看懂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敌法师自从出了狂战服以后 到现在为止经济没断过 就是他节奏没断过 这样他的经济现在已经是超过了这个 敌方经济第一的人2000加 而且这个差距会进继续去拉大 坚胜选择的装备 也要出狂战 绝扯这个坚胜选择的是一个相位单刀 然后做狂战 跟你对着刷 也是个办法 这个不假 这个确实坚胜如果出到狂战的话 刷钱速度也不会太慢 这给上一个C 看回来一个蝙蝠 慌住 蝙蝠这个跳刀有点溜 沉默交了一个大招 沉默这个大招交的是 保护了一下这个蝙蝠 没有让蝙蝠被对方影响更多 我取了一个标 这个标的伤害有点吓人 沉默这个大标现在伤害有点吓人 现在沉默一标的伤害已经是可以达到200了 加上自己的这个大标的附加伤害和本体的这个攻击力 白字伤害已经达到了131 这一波进攻是图什么呀 就你们这两个人想杀沉默吗 这对方有推推的呀 这拉回来还是没有撞到墙的 你们这两个人怎么办 没看懂 VG狗T这边是什么意思呀 为什么这两个人会选择过来去找对方呢 对方还守着圣坛 交了吧 这直接捐了就完了 小白这里弄走 敌法师过来切死 疯了吗 VG狗这两个人 这可以这么送的吗 这个酱油味 28点智力了 一个秘法鞋的土猫现在就501的了 这里给上一个电 这个地法师难受了 这个地法师想bling走 没走掉 先生给无敌斩 给无敌斩 不要省技能了 不要省技能了 硬省着技能给砍死 应该是靠着旁边这个土猫的沉默 想接一手沉默 还行 起码是杀了这波 要不然的话19分钟 这个敌法师的经济已经伤亡了 拦不住了快要 这波如果不杀掉的话 下一波再去抓到敌法 敌法师应该已经有个分身斧了 这个蝙蝠现在经济是6200 2 Y7的蝙蝠 DP现在的经济是8600 装备是一个风杖加上阎阳文章 阎阳文章用来去打对方到底可以 下一个装备的赶紧BKB 这场比赛真心的VG狗这帮人得速BKB 剑胜倒是不用太着急 他还有一个可以缓解的一个转 其他的这个主力位真的没有BKB 没法过这日子的 黑钱这里选择是先去出一个威射性甲 没有着急去出跳 沉默之力现在115 80%的话 已经接近100了 一波开悟 看看这个开悟这波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 两边都是开悟 但是都是四人开悟的情况下 敌法失离的有点远 可是从现在参团的一个能动性上来说的话 还有参团的价值来说的话 剑胜的参团价值远高于敌法师 两边都是他在朝着一个未知的方向领域再去进攻 现在地图上路是有一个小歪路线了 DP这里选择开大过来打肉山 这里大勋章给上 选择打肉山 这时候看打还真快你别说 这个DP出一个大勋章打盾是真快 可是这一波你DP没有大了 正面战场这个位置 萨尔的这个立场家 哎 大招没开出来 沉默交大 这波感觉是要出事了 这个时候敌法师可以找机会 这里滚一下 蝙蝠第一时间被带走以后 看看萨尔还没有死 萨尔还没有死 这里给上一个拉墙 漂亮 小歪也被带走 哎 这个沉默一个风群 赛拉完成三杀 赛拉完成三杀 敌法师这波没来 敌法师这波其实切入的机会有很多 但敌法没来 这里土猫滚过来 想去找一下对方的那个海绵 这里是眼镇家眼全部都是自己的 上路的这个二塔 应该是要被给带掉了 这里坎里克兽 看到了剑胜 剑胜现在身上也有狂战斧 你刷我也刷 大家对着刷 这波打完了以后 可以看到剑胜的经济 已经是追到了将近一万一 而现在敌法师只有一万二 跟对这个剑胜的一个经济领先 已经是越来越小了 而且剑胜现在的装备 也是要奔着分身斧去出 看一下这一波的进攻 看到了一个黑贤 还有一个DP 但是黑贤成功的是 帮助自己的队友 当了一个狱警 这波狱警当完了以后 开上吸血 赛拉的大招还没有 手里有一把风胀 被对方拉一手 土猫一脚石头 拉过一个沉默 撒着一个框 没有撞一脚石头 再踢中小歪 一个风群 再加一个平黑 赛拉又是带走了二兵 这里递回来一个蝙蝠 蝙蝠被递回来以后 直接站在对方的离子盾上面 跳刀也没办法用 推推可以走一波 被踢 拉沉默 一个风群 再加两个平黑 一棒子 最后是土猫带走 剑胜这时候开始往战场上赶 那么另外一侧 这儿还有一个蒙瑞的海绵 也是被对方追着直接跑 DP的大招CD 还有20秒钟的时间 下落这个二卡 应该是要焦了 血不多了 敌法师也在继续带现 装备方面选择就是狂战分身加一个BKB 他要做BKB去打正面了 没有BKB的话 他扛不住谁啊 扛不住这个萨尔 别人都好说 这个萨尔对他威胁太大了 这个上古的二卡 敌法师已经带了一辈子了 还没带掉 现在双方人都数是17比19 VG狗反过来是领先了2000的一个经济 跳刀的这个沉默 刷前的速度有了点筋以后 应该会逐渐的提起来一点 沉默这个英雄如果要想打一号位的话 其实推推是就是大推推要早出 大推推是一个沉默输出的 包括保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二装备 没有之一 而且沉默这个英雄 其实如果你打大哥位的话 有一个装备特别适合沉默 就是引刀 引刀是一个可以帮助沉默 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 在团战当中 可以打出来自己足够好效果的一个道具 敌法师是blink上来的 但是有分身斧 不是很虚 夏洛尔塔直接被拔掉 有20级的天赋 那么看看这个沉默交大 蝙蝠拉住 被给上一个拉墙 这个拉墙的位置有点妖妙 海明这里救一下自己的队友 滚一下土猫第一时间被怼死 以后看一下地屁能不能走出 这个蛇蚌的范围走出来了 可是队友这个人已经基本上死光 就剩两个大哥 而对方现在还剩下一个敌法师 带着蝙蝠和海明 可问题在于 现在DP的大招开起来以后 没有人能顶住住他这大招的输出 这风杖吹一手 塞拉解掉自己身上这个debuff 那么这波团战打下来以后 是NG打成了一波二换三 可问题在于 自己死掉的包括了一个中单的沉默 而对方死掉的是三个酱油 两个大哥是完成了一个收割 杀掉小歪的是肩胜 那么杀掉这个沉默的也是肩胜 那这波肩胜打完了以后的 经济呢也是又起飞了一波 下一段装备准备去做引刀 引沉默这里还是在做自己的大推推 沉默真的应该要做一个引刀的 沉默吸到了34点治理 沉默的这个输出 这场比赛关键问题在哪 关键问题在于当VG龙冲起来的时候 NGA没有人能够顶 没有任何人可以往前走 却顶得住对方 或者说能够给予一个足够有影响力的技能 去让对方逼迫对方撤退 没有 一个这样的人都没有 海民是有一个地形影响 但他的这个冰墙 你要指望他的冰墙像神妞的沟壑一样 对于这个对方的冲点有一个阻挡作用的话 这个要求确实就太高了 对方是这样的比赛在不出大云锤的情况下 对方是这样的比赛在不出大云锤的情况下 是做完BKB再下一个出大云锤 在没有大云锤的情况下 他们这个阵容不是很好打对方的DP DP现在什么装备 BKB已经做出来了 沉默这交一个大招 对着对方的一个幻象这么努力吗 蝙蝠跳拉架 沉默都大全放了 那你下一波团战怎么办 VG狗T现在五个人抱团直接开始推你 怎么办 这波VG狗T 其实我觉得虚灵刀的属性应该改一下 虚灵刀的属性应该改成就是 出这虚灵刀这个道具的英雄主属性加40 因为现在虚灵刀这个道具它的一个出装的配方 我们看一下 它应该是敏捷加4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哪下这个虚灵刀 我这边眼又瞎了又瞎了 我找一找它 它是敏捷加40 然后使点力量使点智力 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改一改 主属性加40 哎 萨尔的这个立场加大招 BKB开起来以后 这个敌法师直接被建设无敌场给砍空了吧 血 这找一个装备的功夫被萨尔的一个大招加立场 框住这么多人 敌法师又是直接被顺秒 这个拉强加框大确实太厉害了 那这一波直接上高地扛不住了呀 沉默没有买活 敌法师现在还并不具备刚正面的一个能力 BKB也没了 这波下路高地要没 肩上的这个棒子插出来以后 所有人直接回满血 DP的大招也是刚刚开出来 下路这个高地直接高破 VGGT这边一个完美团 这里留住了沉默 留住敌法师 敌法师这一个推推 来一个拉住剑胜 拉住剑胜以后看一下剑胜开转 往回溜一个大拳都怼上来 诶 敌法师大招好像 敌法师大招打在对方剑胜的这个转上面了 剑胜这里开分身往后溜 但好像还是很危险 再一个大标上来再炸一下 这波又一个棒子已经好了 CD 土毛这里滚走 敌法师再往上追 留一下对方这个四处作案的黑贤 黑贤这波终于是被追死 但剑胜没死 剑胜又是极限的插出来自己的一个棒子 队友各种技能给他保命 各种技能去掩护他撤队 那么下一波这个死亡先知是有一个10秒的BKB了 而剑胜的装备现在已经是狂战加散尸加上分尘朵 我输出跟这个保命都有 输出保命刷钱都有了 有个电话我看一下 好啦咱们继续看这个比赛啊继续看比赛 好啦咱们继续看这个比赛啊继续看比赛 因为我觉得虚灵刀这个道具现在的登场率太低了 就他作为一个这么贵的装备的虚灵这个登场率太低了 其实他如果改成一个主属性加40 其他两个属性加10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 比如说他现在的这个合成配方是一个鹰角弓 对吧你把他的配方改一下 你把他的配方改成一个比如说一个绿杖 绿杖加上两个极限法球 对吧加上两个极限法球 这样的话价格稍微提一点 价格提一点 然后呢这个效果改的比以前要更加实用一点 这个蝙蝠跳走把对方的眼给排掉 这个蝙蝠这边带上宝石以后还是在找机会 看来过来选择是打肉山盾 还是要强打盾 那么这个VG狗是要开雾吗 这个要是等着这个鸟再运过来雾的话 好像有点来不及吧 对方有没有减甲装 似乎是没有减甲的装备 只靠敌法跟这个 天后居然扫了一下扫到对方的一个剑胜 剑胜这里炸一下剑胜要往里走 把这个幻象给去掉 那么这个肉山打完了 这个DP DP感觉是要出事 看一下这个敌法师输出的位置 选择先去找对方的土猫 没打死 这里萨尔匡大给出来以后 二兵和土猫两个人先是被带走 蒙瑞的海明也死了 敌法师一个布林克上来 但是BKB开得莫名其妙 这里又递回来对方的一个跳刀 这个萨尔德克林平时看过来 跳刀也直接被带走 跳到50多秒复活 倒是有买 肉山盾是天回军团杀掉 然后敌法师拿到了肉山盾 但是中路这波高地怎么办 陈墨就在这买活好像也守不住 对方五个人都在 剑胜的棒子是刚才插出来以后 好像是被打掉了吧 但是对方居然还有一个骨灰 而且这个骨灰还有6点 这波打完了以后 中路高地感觉也是要直接高破的一个架势 看一下剑胜 开转一脚石头 踢过来 敌法师 敌法师这个位置怎么说 敌法师 敌法师还要往上走 大云锤 晕一下土猫 但是自己这个地方被吹起来 土猫还是死了 减二 但是灰色的敌法再往上走 分身斧没有了 BKB没有了 这个 这一波要撤了吗 这一波要撤了吗 风杖 这里剑胜 哎剑胜被扬住了 拉住了这个剑胜好像要直接死 开转往后溜一下 敌法师不敢往上上了 这个时候要上去的话自己 好这个时候找到机会 再往前滚找赛拉 赛拉这个位置应该是死了 赛拉这个地方被对方蝙蝠拉住以后 再往前追 已经追死了三个人了 已经追死了三个人 这波dp有买 但是剑胜没有 直接把兵线带过来 兵线稍微有一点远 这波上高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把这个高地给拆下来 等兵线 这个兵线确实有点远 毕竟是从中路这个高地一直追出来的 这个兵线一直没有跟上 这个敌法师现在拆掉这个中路高地以后 dp直接选择了买活 dp选择买活以后 对方肯定这波还是要尝试一下的 因为小歪这里有大 小歪大招插出来以后 dp的大招还有15秒钟的时间 这里开一个塔房 自己的队友全部走出来 只有监胜没有选择去买活 这里给上一个拉墙 敌法师开起BKB开温恩斧 第一时间的输出又是全都打在了土猫身上 可这对幻象怎么办 这个敌法师的幻象有点厉害的 你不要被自己的幻象一直这么砍吧 这里选择是强拆对方的这个远程兵营 因为远程兵营这里可以拆 这里蛇棒漂亮 蛇棒的合肌拆掉 这里递回来一个跳刀 但是这个不敢往外追 对方沉默的大推推 其实已经用过了 那么中路高地的是被对方反过来 破掉了一个远程兵营 近战兵营倒是还在 丑鬼这波为了出 蝴蝶也是没有去流买 身上挂了一个鹰角弓 这样双方人头数来到了一个29比25 这里尖胜接着去出自己的蝴蝶 还是没有流买 选择先把自己的蝴蝶做出来 肩上这场比赛 面对对方小Y的这个羊有点乏力 小Y这场比赛有没有跳啊 没出跳 选择是密法以后 直接去裸憋这个A帐 还是跟上场比赛出张的思路是一样的 那迪法师身上是 迪法师只有25000的经济 肩上是20000 差距经济差已经拉开了 双方的这四个大哥位的经济现在差不多 但是总和没有什么区别 总和差就很小 迪法师现在身上带着盾 肉山盾的消失时间还有一分钟 他们应该是想用这个一个肉山盾的时间 把这个中路高地给破掉 小Y的A帐大招还有 等不上了 他们不可能等到这个小Y刷出A帐 这拨把眼做出来以后 对方直接是有一颗真眼 要强拆吗 想依靠萨尔带这个迪法师的这个弗洛顿强拆呢 这样的中路高地给了 这样双方都是一路大兵 这个圣坛是不是不要放啊 别让对方这个舌帮把圣坛再给拆了 这就恶心了 陈墨这边的智力已经吸了快五十点了 四十八点智力 白字伤害已经达到了一百六十九 智力现在总和已经达到一百四十多 一标已经可以打出来一百多的这个伤害了 现在双方大哥的这个经济来看的话 目前四个大哥如果是两边都是一二号位的总和的话 还是这个NGA领先的多一点点 领先一点点不多 双方的整体经济差现在差了四千 这四千的经济差基本都是在这个大哥的一个经济上 酱油两边都差不多穷 NGA这边的酱油稍微好一点点 都是比对方多了几百块钱 这钱过来找编户没有找到 不得不说这个宝石啊 二兵买的这颗宝石其实是这样比赛比较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他现在由于对方买了宝石这个道具以后 这个双方的视野现在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可以看一下VG狗现在地图上是没有视野的 全黑 一片全黑 这个视野 但是反过来去看这个NGA的这个视野 就要好很多 几方的上路也缺有一个防守的 中路有一个现眼可以观察对方的一个站位 而在这个对方圣坛处也有一个封远古野 再加上一个提供视野的这么一个眼 所以现在双方对于地图的控制力来说的话 VG狗就越来越差 如果是实现现在这种对刷的话 VG狗体会越来越顺利 这黑箱也是贝利克宝石 发现这个情况不对了 必须要背宝石了 VG狗这个队伍我估计可能是由于这些轩手还是 不知道是年纪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这里一直发现对这个地方没有远古野 应该是要过来去看一看是不是对方有 有有有有有差眼 有个黑箱没有没有往那走 看不到吗 上了以后应该往里走一下 可以看得到吧 还是没看到 带着这个宝石也是白虾 没起到任何作用 看看BKB的数量 现在蝙蝠有一个BKB 沉默现在没有BKB 沉默是在做A仗 这里小YA仗大 准备插出来 直接推推过来 插这里拉墙 萨尔的大招立场 框住 沉默交大 蝙蝠开出BKB以后 拉住了萨尔 好像不是很有用 但是剑圣被秒了吗 剑圣没有被秒 剑圣没有被秒 大概是自己的队友已经死光了 敌法师现在有点小无敌 DP这个位置 风上吹起来来得及吗 吹起来自己以后 看一看剑圣跟敌法师硬刚 没刚过 回来开圣坛 开圣坛 开圣坛 这里DP在圣坛的掩护下边 在疯狂的回血 这里敌法师赶紧往回撤 这个蛇蝙的输出也爆炸了 但是跳刀 被对方拿散尸留住 直接剁死 看看这个蛇蝙能不能把这个塔拆掉 好像没机会了 差一下 差一下 宝石也掉了 那么这波团战是被VG狗打成了 一波三换四 而且又是两个大哥没有死 只有敌法师一个人是活下来了 这个高地也没有破掉 宝石也是被对方搅走 那么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NGA就稍微有点僵了 自己现在没有了宝石 对方现在手里面还有一颗 黑贤上来的这一下 黑贤上来的这一个拉墙 加上萨尔这个大招立场 确实还是NGA 这个VG狗有点不太好处理 这场比赛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一会萨尔要是能够 要再摸一会摸出来自己的一个A杖 这场比赛就吓人了 他刚才那波如果这个萨尔有A杖的话 NGA这场比赛就已经 现在就已经G了 现在就已经不是说 他们还能够让敌法去刷钱的这个情况 就已经G了 这里黑贤想过来看到对方抵法师 可现在抵法师的CD确实是短 天赋方面最后一级天赋 显得加的是25敏捷 这样抵法师的攻击力和攻速 确实是比较高 而且已经吃完了银月之惊 这波过来想找敌法 没有留住 敌法师直接个blink 这里给上一个恶念撇视 但是看到的是对方蝙蝠给递回去了 这波的进攻失败 下一个肉山盾的刷新时间 还有不到一分钟 把这个开始扑视野了 你看现在有没有宝石最大的区别 就是视野 你想想看没有宝石以后 NGA就没视野了 对方现在所有的人都过来 就拆你这个圣坛 圣坛被拔掉以后 这样的话唯一的一个可以去TP 支援到肉山的位置 也是没有机会 剑圣现在的装备 选择是出MKB 去跟对方敌法师硬刚 在都有狂战斧的情况下 剑圣的剑武 这个暴击所带来的输出提升 是远高于敌法师的法力损毁的 这里拉强 敌法师上来直接想要去秒剑圣 剑圣这个地方分身没开出来吗 分身在CD敌法被秒了 敌法师选择买活 但是这波这个一个D D回来以后 这里敌法师再继续切 临死之前萨尔开出来自己的大招 剑圣好像离的有点远 没地方过来支援 没有地方过来支援 那这波买活似乎是要准备打盾 顺了 这波必须要去打一个肉山 不打这个肉山就亏了 因为这波等于是剑圣的买活加萨尔 换掉了对方的两个酱油 剑圣的 而塞拉的一个大招也结束了 这个打肉山的速度 敌法师这个时候过来 又是一个大晕锤 留住土猫 土猫滚走 加上一个骨灰 敌法师现在没有BKB 海民选择买活 还是要上来硬打 剑圣这里开一个棒子 所有的人撤回到圣坛 海民买活以后 这个丑鬼的尖盛 是选择砍掉一波远古 自己现在状态还是不错 手里边还有大 25G天赋 选择也是加了20的敏捷 没有选择加这个监视风暴的伤害 平A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他现在 NGA一波开卧 敌法师的这个跳过来 大晕锤看看秒谁 找的是黑咸 这里一脚石头踢走 这个土猫是替自己的大哥 替这个黑咸死了一下 土猫选择买活 正面战场 死亡先知 这里风胀来得及吗 开出BKB 往回走一下 大拳头给上来 可是你自己怎么办 一个散尸留住 选择变一个雪球 敌法师现在不敢上 这个雪球滚的是一个幻象 但是自己好像还是走不掉 跳刀的这个沉默 也是没有机会 这里给上一个拉 拉到了对方的一个沉默 但问题是敌法师现在没状态了 敌法师没有蓝了现在 递回来对方的一个沉默 小Y这个大招 小Y这个大招有点厉害 这一波 丑鬼要死 敌法师冲上来 又是带走 那这场比赛结束啊 这波敌法师直接利用自己的建设 加小Y的这个大招完成了一波 一换四 小Y这波的大招输出爆炸了 打了三千的输出 只剩一个黑咸 还有一个可以买活的DP 可问题是这波对方可以直接上去拆你基地了 我怎么觉得 剑胜是买活死的一百多秒 直接上去拆基地就可以了 DP选择买活 但DP大招 现在还有五秒钟 剑胜选择 这个敌法师选择 还是先破你下路的两路 两路破掉以后过来拆基地 DP现在有大 但是没有其他队友能买活 等一下萨尔 应该是要忍一下 等一下萨尔 这里黑杰拉墙 DP开大 冲上来开冰墙 BKB开出来 但是被对方的一个剑胜 直接砍成了一个 半血 被敌法师姐砍成了半血 萨尔 这里大招没有 大招没有 那么这一波可以GG了 将来VG哥打出了GG 恭喜NGA 再搬回一场 这场比赛打完了以后 NGA是找回来一场 找回来一场 看看双方第三场的决胜局吧 这么打下来的话 确实对两支队伍的这个体力消耗都是比较大 VG哥这场比赛其实有一点 有一点痛失豪局 其实这场比赛还是 在中期有一段时间还是优势的 中期的优势没有把握住 被对方直接实践了一个翻盘 好吧 那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瓦大叔 咱们稍事休息 一会给大家带来双方的第三场比赛 我们一会儿见 感谢各位